大家可以看 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會帶大家來開箱一個 相當厲害的VR產品 就是這個 之前阿達開箱過的 VIVE還有一些VR其他的裝置有什麼差異呢 就是說它是一台一體機 它不需要電腦 它自己獨立就能使用 但是呢 它又是全世界第一台 高達5K畫質 而且是專門給商用 跟專業人士用的一個一體機 那有什麼厲害的 我們直接開箱看看 好開箱 相當的有質感 那這一個呢 就是VIVE FOCUS的頭盔 那這兩個 就是它的手把 這個就是它的電池 這是磁吸式的電池 充電線 還有一個 試進步等等 大家可以注意到說 跟以前的VIVE不一樣 是說它就沒有一個定位器 因為它是使用 inside out的一個技術 自己去做一個環境定位 所以它不需要定位器 好接下來為大家簡單介紹 它的所有配件的功能 首先我們先看到這個 就是它的頭戴式裝置 全球第一個雙2.5K 加起來是5K解析度 更新力圓為每秒90Hz 視角高達120度 而且它搭載高通Sniper Dragon XR二代的一個處理器 專門給VIVE使用的 它的外殼 採用鎂核心打造 所以它重量又比傳統的 這種VIVE頭盔 但是它強韌度 又比前代提高500% 就是5倍的一個提升 另外它也搭載了 降噪抗回音的雙麥克風 在機身的那個四處 也搭載了四個高視野的追蹤鏡頭 採用inside out的一個技術 所以它不需要機器台 也可以精準定位 那它在 佩戴的這個部分 可以看到它這裡頭戴 就可以撕開 那也可以去調整 因為你的位置 它是一個專利的一個頭戴式設計 採用人體工具的一個設計 適合你長時間的使用 那在內部這邊 雙眼的距影是可以調整的 最小是57厘米 最大可以調到72厘米 那戴眼鏡的人 如果不像我這種超級大框的話 一般來說應該也可以使用 那另外呢 它使用了一個快拆的磁吸電池 方便你穿戴跟使用 另外呢 它也搭載了內建定向的揚聲器 讓你沉浸在遊戲或情境之中 但是不與外界隔離 還可以跟外界保持一個聯繫 不會說你玩一玩啊 同事叫你啊 家人叫你 完全都沒有反應 不太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控制器 它的控制器呢 採用Type-C接頭去充電 那具有15個小時的續航 採用人體工學的設計 以配重 所以你再使用起來會覺得相當的好按 而且用久也不會累 另外呢 Vive Focus 3呢 它也支援PC VR的串流功能 那它的串流是什麼用呢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 一般來講像有一些 Steam的遊戲 或者是比較高階一點的VR應用 它可能只有在電腦端 一體機是不能用的 那你只要有這個功能呢 你就可以將PC端的那個VR畫面 直接串流到一體機上面 那你就不需要再特意準備一個 Vive 或高階的一個VR裝置來使用 相當的方便 當然你如果要求精準的話 一定是像Vive Pro那種會最好的 好 剛剛我們已經看完開箱了 那接下來我為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它的一個外觀 還有它的一些按鈕的配置 首先呢 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 它開關在這個位置 那旁邊這裡有電源燈號 那這裡就是它的一個充電連接孔 在側面這邊呢 可以連接一個3.5N的一個耳機 那這個Type-C的連接埠 你可以去連接電腦 也可以用它附贈的一個充電線 去為手把充電 那另外呢 它的下面這裡 一個按鈕可以調整音量 側面這個按鈕呢 你長按的話 就可以透視 可以讓你看到外面的環境 如果有臨時找你 還是你臨時要回到現實街找的東西的話 不會手忙腳亂 相當好用 相當的方便 那接下來 為大家簡單介紹這兩個手把 那手把部分呢 它有分左右手 上面呢都有搖桿 在執行軟體的時候 它都會對應提示你該怎麼使用 那整體來說它這個使用的操作 就是相當的人體工學 相當方便 相當好用 在佩戴的時候也很簡單 可以將後面這裡把它調開 然後呢 直接戴上 因為我眼鏡比較大 所以沒辦法直接這樣 不然它正常來說 是可以直接戴著眼鏡使用的 你可以這樣子 套著之後 扣住 然後後面旋頸 這樣就可以了 相當的簡單 好 大家現在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VIVE FOCUS 3 全部設定完之後 進來的一個大廳 那 它這個設定呢 它一開始會有一個很詳細的動畫 因為那個動畫我也錄不了 所以大家只要稍微了解一下 它的動畫相當的 簡單易懂 大家只要看它上面的設定 可以很簡單 去把這個東西設定好 原則上也沒什麼東西好設定 就手把而已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現在它有分幾個選項 第一個這個就是商店 商店這邊呢 就是所有的VIVE的內容 它有分很多種種類 譬如說像 工作用的 那 這個就是連線用的 它也有一些教學 這邊都有 網上這裡 就有娛樂 那也有教育 模擬 訓練 其他等等 都有 那你要下載什麼 都可以來這邊做下載 那有的是要費用的 假設說我這樣子 點這個進來 我如果想要這個遊戲 那我就可以點這個 讓它開始做下載動作 那另外呢 你可以到收藏庫這裡 收藏庫呢就是 目前VIVE FOX 3 它可以執行的一些軟體 好像這邊 就有教學 就剛剛講的 你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它會有像這樣子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畫面 超酷的 這個大家沒有騎眼看 整條比較好影響 這個是蠻厲害的 這個應該是找很厲害的動貌團隊做的 這個應該是找很厲害的動貌團隊做的 大家看到了現在這個畫面就是 如果你是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它就找站著給你看 那個像 我剛下載了一個 蒙娜麗莎這一個 那我們來玩玩看它有什麼東西 這邊就是羅浮宮 羅浮宮的歷史長達8個世紀之久 起初它是一座中世紀軍事藥塞 之後成為法國國 這個走進來 羅浮宮的大畫廊長達300多米 那裡陳列著意大利繪畫作品 我有取過羅浮宮聯繫 就用蓮奧納多達芬奇的皇族 羅浮宮真的長這樣子 羅浮宮 這個就是在講 摩納麗莎的歷史 甚至你可以去看到它裡面一些 斑駁的細紋的東西 這個超高解析度的 然後還有它的一些歷史導管的東西 相當的有趣 光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 看這個差點兒是他破相的裂痕 那是因為弗朗索瓦伊士國王 把他掛在了浴室裡 潮氣使畫板變了形 不錯 這是一幅畫在白羊墓上的木板油光 儘管不少人 相當的有趣 可以讓你完全的了解 摩納麗莎這幅畫的一個歷史 好 現在我進來的就是一個 vive video的一個程式裡面 因為它這裡旁邊有個記憶卡卡槽 你可以把那個影片放在SD卡插進來 可以在這邊直接看要播放什麼影片 假設我在這邊播放 那如果你播一個很大螢幕的畫面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非常震撼的一個影音感受 好像是幾百吋的大螢幕 在你面前播放一樣 阿達之前開箱過很多這種 VR的頭盔 還是說那種頭戴式的螢幕 那看起來都沒有幾百吋 這個視訊這樣看起來 是真的非常大的 如果說你想要享受一個沒有人打擾 然後一個劇目的一關於享受的話 用這個也是很方便 那像這裡有一個叫 vive sync 你可以透過這個 然後跟全世界的人去做一個VR的會議 相當的好用 Vive Focus 3 除了剛剛我們看到的一些 像一體機的基本功能 那我覺得更實用的是 它現在可以跟電腦去做畫面的串流 就簡單的說 像我們在電腦端有一些很好玩的遊戲 像一個光劍的遊戲 Steam的愛麗克斯 那些在一體機上是玩不到的 如果說你想要玩的話 那以往就要去買Vive Pro 或者是Vive這種交高階一點 在連電腦使用的 那連電腦使用它有一個點就是說 它還有線 那現在呢 你只要用Vive Focus 3 代 你就直接可以跟電腦做一個無線串流 去玩VR的一個電腦版的遊戲 畫面也相當不錯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這邊的畫面 就已經是那個電腦版的畫面 那接下來我會簡單的 實際玩幾個遊戲給大家看 好大家看到我現在在玩的是 Beat Saber 就是很有名的一個光劍的類似跳舞遊戲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畫面就整個都是電腦版的一個畫面 這邊可以隨便的選 我要玩哪一首歌曲 那這邊有一些選項 其實整個體驗呢 跟我之前用Vive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那接下來我就簡單玩給大家看 因為我的技術不好 所以大家不要笑 來開始 過 看我這樣人左右移動也沒有問題 有沒有看到 他自己用In3R技術去做定位 所以你就不需要在那個 Bass去做定位 但是老實講啊 你如果要精準定位的話 還是Vive Focus就好一點 但是玩遊戲我覺得這樣OK 好現在我在玩的就是 目前最知名的那個VR3A大作 艾力克斯 我先來看一下 這個遊戲體驗老實講 因為我之前是用Vive玩 那我個人是覺得 幾乎是完全感受不出差異 你看到 精準的畫面來了 哇靠 超酷的 這個就是艾力克斯 他的畫面真的非常非常棒 如果你有買VR設備的話 非常強力的推薦大家 一定要買一套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玩其他遊戲 好現在我在玩VR女友 好那一開始是射飛鏢 啾 什麼 哼 哼 真的假的 超強的耶 廢話 好好好 他其實他在玩的時候我也可以走過去 YES YES 好 當然啦 有的聲勢可能會想說 可不可以蹲下 大家可以看 有沒有 有沒有 我相信很多 想玩VR 都想要做這件事情 好看完剛剛阿達簡單的介紹之後 相信大家對HTC-Vive Focus 3 有一定的了解 個人是覺得說 像這種一體機的設計是相當方便 它可以讓你隨身攜帶 想要用的時候 只要拿出來 開電源就可以使用了 那最棒的就是說 他現在還可以跟電腦去做串流的動作 讓應用面又更加的廣 如果是我來說的話就說 不過因為他是目前一體機的商用等級的一個專業機器 所以價格方面就貴一點點 我是覺得也可以接受 如果說你也再找一台 方便攜帶的一個一體機的話 HTC-Vive Focus 3 相當適合你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張開箱的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